是不錯啦 可是聽每天晚上這樣聽 他每天晚上很吵 對 是唱這一首喔 每天都同一首 這個是老歌啦 都是老歌 所以這樣很開心啊 最主要我覺得很困擾的是 他一首歌他不會 他老師教了他也不會 他就來問我 然後我同樣一句 我要教他五次 一天教五次 這兩個月還是這樣子喔 你還要教他唱歌喔 對 是啊 很煩喔 就自己也可以順便練歌啦 我沒有像思佳姐這樣子啊 你要唱唱看 你要唱看剛剛那首 可以嗎 不可以 不要再唱了 他真的很煩耶 怎麼會教五次還不會 不會啦 跟爸爸相處的時間 我很開心 對 可是這樣比起來 你看王思佳你多幸福啊 回去換我 你要教我五次 冷靜我們今天不要讓你認 對不對 但是他們是不是這些爸媽媽 要是手機有時候沒電話 他們會很緊張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媽這個人 就是剛剛講的 標準的 出門如果沒有帶手機 她就會發瘋的人 她每天出門 因為她現在有兩支手機 一支是拿來講電話 另外一支是拿來玩的 就是看影片啊 然後她那個螢幕比較大 然後拿來回簡訊的 她每天出門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手機拿了沒 然後就在那個皮包裡面 然後就很慌亂這樣 然後翻了一圈 啊有哪有哪 一到樓下 等一下等一下 還有一支 好像忘了拿 又上樓 每天就這樣一直重複 然後只要出來錄影 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找手機 一離開攝影棚 也要拿手機 然後只要手機的那個電量 低於80 焦慮 80耶 80還很多 真的 80還很多耶 沒有 她就說 欸 有沒有帶充電器 你有沒有帶充電器 我手機快沒電 我說多少 80 有多難聊天 她每天就這樣 然後你知道我有一次 就是她真的忘了充 然後我也沒有給她充電器 她剩下十幾 我就一直傳簡訊給她 哈哈哈哈 她在戲 把她點亮用完 我就好像沒舉 一直一直一直弄 然後我還說 我還說 簡訊來了 怎麼不看她說 沒有沒有 因為快沒電了 應該還好 我說你看一下 船那麼急 應該很要緊吧 然後她就打開 她都是我 她就翻臉 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 FB的部分 臉書 美麗姐你會跟你小孩 就是互相有臉書嗎 不會 蛤 你沒有叫她加你嗎 不會 為什麼 我也沒有加她 好不像正常的媽媽 好好的媽媽 為什麼 不行 不是因為媽媽都一定會想要加自己小孩的FB 不會 那是她的私人的 好開明 這個時候都開明了 這個時候都開明了 這個一定要尊重 你不可以 她如果不願意你加 除非她邀請你 她如果沒有邀請你 你不可以 我很被動 她高興就加 不高興就光鎖 我跟你講 她有多那個 這個我很尊重 我跟你說 她一用到FB 她馬上申請一個帳 然後馬上寄邀請給我 我直接按掠過 然後 我直接掠過之後 考不考慮 她就LINE給我說 你有看到 我有加你 我說 我沒看到 然後她又再加了一次 我又想辦法 又把她掠過 然後就跟她說 因為很多人加我 所以我沒有看到你 你知道 然後有一天 她就硬要我加她 就是我當她的面 然後她就說 我現在加你 我就只好加她 但一樣就把它放在一個 她不會看到 我PO東西的群組 也就是 然後有一天 她又寄一個邀請給我說 她把我 那個 列為家人 那要經過我的允許嗎 我還是列過 到現在 我都沒有同意過這件事情 然後 臉書的這件事情 最讓我困擾的是 就是因為 她重度使用之後 她就會在上面 加了很多的朋友 然後 她只要 譬如說她今天 她來這裡錄影 她去PO一張照片 我說我今天來錄 然後呢 錄完之後 她就會規定我們 全部都要去按讚 你如果沒有按讚 她就會呢 一直發那個照片 我曾經被她洗版 同一個節目 她放了四張照片 然後四張都要按讚 然後只要一有人 就有人說 媽媽今天好年輕 就場面話 她一定要去回 說 謝謝你也很年輕 然後就 沒完沒了 就沒完沒了 就不會停 然後就開始這樣子 一整排 然後我就說 媽可以不要洗我 我的板嗎 她說 沒有 因為我對人緣很好啊 大家都要去留言啊 這樣 然後我有一天半夜 兩點多在睡覺 你知道 有人按你的那個照片讚 你會有這個訊息的聲音出來 兩點多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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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起來看 她把我兩年前的照片按了十 十張讚 兩年前 她去翻那個相簿 半夜睡不著 有沒有 我說媽 你有事嗎 兩年前 等一下你奉索我兩年 我沒有奉索你兩年 是 你懂我就是 你可不可以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 而且我跟你講 這些都算了 因為她是用私人的臉書 跟大家在聊天 有一天我就莫名的發現 有不認識的人 一天有四五十個人 同時加我 但只有一個共同朋友 我就好奇了 我想說到底是跟誰 全部都她 然後這就算囉 名字都很奇妙喔 我說 我說 我怎麼不知道 你跟浩南哥是好朋友 那山雞在哪裡 我就問她 我的還有那種 諸葛亮呂布的 那還好 那還好 然後我就打算問她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亂加別人 因為你知道別人加她 他們就看得到我 因為只要她在我這邊留言跟按讚 然後那我就說 不然你去開一個粉絲頁 她就說 可是不加人家好像很沒有禮貌 她就把人全部加了一輪 她也不管她認不認識 爸爸會把他們那個時代的那個 人跟人的關係 套到FB裡面 對 但其實這真的是不一樣的世界 真的不一樣 可是她講不聽 她到現在還在加人 現在這種網路的時代 可是我真的覺得 她真的要有一點空間 然後因為像我是只要po什麼文 我媽就一定要去回 有時候她根本不知道 我們在講什麼 可是這會不會是表達妳的支持 沒有 對 我覺得家人妳 譬如說因為妳在演藝圈 對不對 那我當然希望妳的粉絲多一點 那有人來支持妳 那家人更應該支持妳 沒有喔 就可能說像我們在講一些八卦什麼 就不想 就比如說可能 我跟美人姐在聊個東西 只有妳跟我知道 我們兩個在講誰 她就會在想說 誰啊 誰啊 是誰啊 趕快告訴我 就不可能跟她講啊 我們一定是聊那種 賭我們的共同朋友的戀情 堅持多久啦 這是之類的 然後她就在那邊硬要加油 誰誰拍照啦 因為她的Live接啊 Live 妳如果接的話 妳到底臉書有多少人 我之前很多人 後來我換手機 就比較少人 六十就比較少 多少 應該有七八百人 哇 那算少耶 怎麼少 欸 這樣不多啦 可是沒有 七八百人裡面 妳都認識嗎 還是 我跟妳講的是 我跟妳講的是 不是妳的 臉書 私人臉書 不是妳的粉絲頁 粉絲團 那絕對是很多 是妳的私人的臉書 妳七八百人很可怕 對啊 可是有那麼多朋友嗎 很多人有好幾千 好幾個 我們大家都一千 兩千左右 真正妳有往來的朋友 一定沒那麼多 對啊 但是因為她是加了很多連她自己都不認識 她是加到連自己都不認識 不是 因為我要把粉絲團跟FB都搞 剛開始是會搞混的 所以我又設一個粉絲團 那因為我想說要支持她按讚 按讚的人多 我女兒就很 對不對 很爽 那卡古你也會拒絕你爸爸嗎 我一開始是拒絕的 而且我也跟思佳一樣 就是我爸加我 我也是都不加 你們這些很合理啊 最主要不想被加 就是我爸 他是會看到我的動態 然後會打電話來給我說 你那個文章怎麼會那樣 對 你那個拍的那個影片 為什麼要那樣 就是說像我有個室友 他很喜歡拍我一些 我們生活的互動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封出來 然後就會take我 然後我爸看到之後 然後就會打電話過來大罵 為什麼這個影片要這樣搞 是怎樣的影片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山豬 等一下卡古他們會來找我 會看到我 是這個狀態 現在卡古他們拉上來 我準備要嚇他們 他整天 他撞他們好爛 你還在錄啊 山豬 哦 對 打去做警察 打去打去犯對 因為三豬我們也并骯花 對 對 說不要這樣開玩笑這樣 其實我們用意是好的 可是沒有 因為現在那個是我跟山豬 還不是室友的時候 然後後來我是室友 我爸有來 看到山豬 我爸就有念他了 那你怎麼念他的 你跟我們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他怎麼過分這樣子 對 因為山 人家 怕死人 真的要敢情死人 對嗎 對 那芽芽呢 聽說你PO了跟男友合照被罵 其實也不是 因為像我爸媽兩個我都有加 因為我不害怕 是因為他們兩個賬號 都是我申請的 而且尤其是爸爸的 也都是我在用的 他也不會用 對 他不會用 他也不會看 然後媽媽是因為為了玩遊戲 所以才申請了一個FB的賬號 然後結果有一次 他可能不知道拿心血來潮 突然去點我的FB 結果因為我以前的大頭貼照片 是放我跟我前男友的合照 然後他可能還 那個訊息可能通知 還留在以前的那個通知 所以他打開來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我不是跟我前男友分手了嗎 怎麼還放著那張照片 他有點不太開心說 你是不是還忘... 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 他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還沒有辦法忘記他 我說 蛤? 為什麼 幹嘛突然這樣子問我 他說沒有啊 你還好吧 我看那個就要八個了 你這是哪一個 沒有 然後他就一直很擔心我 是不是就是還在對他練練不忘 然後就很關心我啊 可是我跟他講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他才告訴我說 他看到我FB 還放著跟他的照片 我說沒有啊 我早就在幾年前就已經換掉了 而且現在是我個人的照片 然後我才去打開給他看 他說沒有 我看到就不是這一張啊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滑 然後慢慢滑 滑到之前的照片 他還說 對對對 就是這個 我說那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了 他去看他檔案資料就對了 對 他看到檔案的資料 真的要勸一些好兄弟 女朋友來來去去 只有姐姐永遠都在你身邊 所以要不要放姊姊的合照 我覺得你會比較安全 是靈異照片嗎 還是 沒關係 你自己的說放 合照 你又壞了 好 我是 這個 感谢观看